受到疫情影响社福机构中秋月饼的买气冷收收订单大受冲击 阳明交大医院也听到这样的声音 由于院内因为疫情的扰乱 多项团康活动无法办理 因此在今年的中秋节 为了感念同仁辛劳以及以实际行动来关怀支持弱势团体 订购了蓝星妇佑中心庇护工厂的月饼礼盒 以及联合券目礼券 让同仁在享受佳节欢乐时刻 也能来做公益与您一起来爱相挺 感恩回会公益相挺 扬移交大医院 感恩医院的同仁在一线在跟疫情奋斗 也感恩社会各界的公益团体 对医院的关心以及帮忙 举行一些社新的建筑 医院长特别挑选的 就是蓝星的庇物工厂 还有做了一些很多的联合劝募的这样子一个爱心活动 我想在疫情期间那么多人照顾着我们医护人员 然后也回费给我们 其实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感谢 阳明交大医院表示在对抗疫情期间感谢各企业 民间单位社福团体以及善心人士纷纷慷慨解囊 捐赠相关的防疫以及暖心物资将近500个厂次 替阳明交大医院同仁来加油党气 而时值中秋佳节的到来 院方以行动相挺 关怀弱势团体 肯定庇护工厂学员的能力 更让社福机构团体可以永续经营 对他们而言是最直接的支持与鼓励 也期望借此来抛砖引运 邀请大家来共襄盛举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 采访报导